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英文一起讀 这新闻是我的同事Don传给我的 so thank you 这个故事我觉得真的蛮扯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你看就这张 这个照片就是已经是这一件艺术作品了 所以它是一个麦当劳汉堡里面的一片烟黄瓜 它其实真的不是单纯的cucumber 它看起皮口过的 所以皮口就是烟黄瓜这样子 然后它黏在天花板上 它应该是一个tape把它tape起来 你看到它的番茄酱都好像已经晕开了的感觉 能不能放大 不行照片就这么大 好 这个艺术作品在New Zealand 正好也就是我们Stanley来自的地方 卖多少钱 卖6800块 what the hell ok 6800我不知道换成台币是多少就是了 所以他这里说这是一种艺术的一种 Provocation 所以Provoke这个词就是 它有激起人的情绪的概念 所以像我们说不要惹野狗 你不要在野狗面前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惹人家 你拿个食物在他面前晃吧 那他可能那个野狗就想要来攻击你抢食物了 所以你就在Provoke这个狗 Provoke 所以有一个词我觉得很不错就是 我们有时候讲说 艺术作品或者一些文学作品 或者什么三小的 但总之就是那种 能够激发人的想法 看这个东西让我觉得有点启发 它inspire我 让我去想了很多事情 我们就称这个东西是一个 thought provoking的东西 ok thought provoking thought不是 though 要多加一个t 所以一个小说 this is a thought provoking novel 看了这个 novel 让我想很多事情 激发我的想法 所以Provoke这个词 可以加在thought的这个概念里面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art provocation 就艺术的一种这种激发你感觉 当然有成功的激到我 我在干的吗 一片酸黄瓜 你在天花板上卖6000多块钱 I am provoked ok 好 所以这个artist sells cucumber slice cucumber花瓜 黃瓜 slice有一片一片 贴在ceiling是在天花板上面 好 那我们来看里面有些学到什么其他的字 所以 大家的这个看法当然是良极 所以下一个这边说的 the opinions 动词就是 are divided 在这边 所以大家的意见是有这个 就是分开了 有人觉得很棒 有人觉得干超白痴 所以这句话呢 就是我们 就是总之我们要看一下它这个剧情结构 so the opinions of visitors to the art gallery in Auckland are divided 所以 去造访这个艺朗 在Augland 这个地方 去造访这个艺朗的宾客们的意见 are divided 主持动词结束了 那 豆典豆典包起来的地方就是补充的资讯 那所以Augland 就是这一个 艺术作品被装置的地方 所以豆典 where the installation is presented 所以里面虽然是个句子 可是是一个地方扶持的字句 好 听懂就好 所以有些人认为呢 这个呢是很白痴 so some consider the work of the author to be idiotic others call it brilliant 好 OK 所以ediot这个字就是白痴 那形容词变成ediotic 还有一个词叫moron 反正低能耳之类的 那它的形容词就是moronic 两个字你都不应该轻易拿出来用 都是骂人的 所以这边就是陈述事实 有的人觉得是白痴 有的人觉得是brilliant OK 那还有一些词 我这顺便多讲一下 有时候讲说那个纸张之类有没有 纸张retarded 我都不太敢留这个字下来 说实在的 因为这就是骂人的字 而且这个字就有人会觉得是offensive 你说骂人家ediot 可能是开玩笑搞笑的 骂人家you moron 搞笑的这样子 可是如果今天真的一个智障的小朋友 然后你就说 this kid is retarded Oh my god 这个左翼的人就会觉得你不行 所以我刚才把这个字删掉好了 你看过就算了 那我们有另外一些词 就例如说他 我们刚刚讲说智障嘛 对不对 那我们说智能上有障碍 那个障碍有时候我们就用challenged来说 OK 所以you're mentally challenged 精神障碍 OK intellectually challenged 智慧上 intellectually challenged 大概就是智障的概念 这样子 好 OK 来照我们下看的话 好 所以他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说 he put up一个unusual artwork for sale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matthew griffin 他弄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artwork 所以在这边讲一件事情说 这个workartwork他当然没有加复述 为什么 因为就是一件 对不对 因为那个un 对不对 unusual artwork是单数的 那如果说他作品好几件的话 能不能变复述 答案是可以 所以work这个字加复述的时候 他必须变成是可数的作品 OK 可数的作品 那如果是不可数的时候就是work 什么时候是不可数 我今天好多工作 不可数 我们不太能把那个工作量化 除非你用别的方式说 例如说我今天有三个文件要签 需要好好的看并且签 so I have three documents to go over and sign that's my work 他还是不可数 可是three documents是可数的 或者说今天三个project我必须要顾 project可数没问题 可是合起来你说这是我今天的工作 那就不可数 so I have lots of work to do 这个是不可能会加复述的 听懂我意思 OK 除非你想强调的可能是 那个还是不行 如果说我今天有好几种种类的工作在做 那可数吗 我个人觉得还是不会 我还是不会把它变成复述的 所以相信我 就是如果今天加了S的话 他多半讲的是可数的作品 OK 好所以那这没问题 所以他放上了一个 unusual artwork for sale He sells a slice of pickled cucumber pulled from a McDonald's cheeseburger and taped to the ceiling for 就是1万块钱 这样的美金的话是6800 所以他卖了一片 a slice of pickled 再强调一次就是腌制过的 这样子 如果今天pickle这个字什么都不加 它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麻烦 so I'm in a lot of pickle I'm in a pickle OK 所以我处于一个麻烦状态下 trouble的意思 好所以他这个pickled cucumber 那他是从一个麦当劳的cheeseburger 起司汉堡拿出来的 然后他就把tear tape在ceiling上 然后卖这么多钱 Yeah OK All right 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 我很想要看的字叫做ingenious Yeah there we go 所以public opinion divided 刚刚看过 有些人认为这个installation idiotic 有的人称他ingenious and brilliant 所以ingenious 这个字 这我今天特别想讲的一个重点 ingenious 因为你在生活中一定听过genius 这个字 这个字你更常看到 天才有没有 Yeah 没错 那通常来说 genius天才是名词 so you can call a person genius OK 而ingenious一般来说是形容词 它不会是名词 除非你要他拿名词的form出来 就是ingenuity 发音都不一样 ingenious ingenuity 所以这听一下 ingenious ingenuity 那下面强调了一下genius跟ingenious的不同 因为听起来发音非常像有没有 只是另外一个字有印在前面 是genius ingenious 所以genius讲的是一个high level of intelligence 没错嘛 天才嘛 而ingenious讲的是being clever or inventive 所以ingenious其实是很会发明 有巧思之类的 所以叫做ingenious OK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刚所说的 genius是一个now 你可以叫一个人genius 你不可以叫他ingenious 你可以形容他ingenious 因为他发明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这边用的是ingenious 有些人称这个艺术作品 ingenious and brilliant 所以这样子OK 好 然后我们讲最后一个点好了 这边其实也短短的 你知道你买了这个艺术作品之后 你要干嘛吗 你把那个天花板锯下来带回家吗 并不是 他要做的 他这个艺术家做的事情竟然是 竟然是 好你看说 the buyer of the pickle artwork will be given clear instructions on how to recreate the artwork in their home or other space 所以你要是跟他买了 你就会被他给予很清楚的指示 怎么样重新创造出这个艺术作品来 在你自己的家里或其他的空间 他妈的 我从麦当劳汉堡里面拉出一条pickle 贴在天花板上 还要你来教我怎么做 你谁啊 然后你来收我6800美金 这就是艺术吧 我想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